印度军构的时候老是想牵着别人的鼻子走 结果又总是被别人给内涵了 俄罗斯的航母项目如此 法国阵风战机项目如此 现在又被美国用MQ-9死人无人机给高位套牢了 印度还要是真的一旦装备了MQ-9的话 那我们解放军可就有了一个免费的好靶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碧顿评 要说起来印度是真有钱 他一共买了31架无人机 居然要花40亿美元 虽然说这一批军构里面 它还包含了一些配件的弹药的一些东西 还有训练费用等等 但是你这单价也太高了 平均起来也要是在1亿2000万美元左右了 你买这两架无人机 那都顶得上三架F35了 这个MQ-9无人机和我们同类的无人机相比的话 这印度一架花出去的成本几乎是顶我们的四倍了 那么印度买的这批MQ-9 它为什么那么贵呢 首先呢 就说这MQ-9本身它就挺贵的 它的产量并不大 当把这个研制费用 生产设备 还有工装 这些摊销下去之后的折旧费本身 它就非常的高 因为即便是美国现在自用的这飞机 这个单价也是超过了7000万美元 这也接近F35了 第二 印度这边它什么都没有 那肯定就热人消毒杠了 印度的无人机研制能力是比较弱的 而且基本上没有产业化的生产能力 所以你想要 那就只能是出高价了 第三 美国它给印度前面 弄了一个诱饵 吊着印度 以未来加强合作和投资为由 并且许诺说将来 向你们印度转让航空发动机技术 在印度生产无人机的关键部件和系统等等 反正是把前途说的挺好 那不管别的 现在先弄一个高价 赚你一大把再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印度军方政府 以及他们所谓国会议会之间的利益平衡 是有关系的 大家要语入军瞻 也就是说它存在着官僚性的集体腐败 MQ-9死神无人机的号称是比较强悍的 但是你看这八亿冲突以来 这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给干下来实价了 还有一说是八价 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吧 总之呢 这个让人家高度的怀疑这MQ-9的生存能力 这几年来呢 无人机在各个局部冲突之中 打出了很亮眼的战果 这无人机呢 也几乎就被神化了 到目前为止啊 直接用于打击的无人机啊 笼统的来说 它可以分两大类 一类呢 是这种小型的自杀无人机啊 包括这些巡飞弹呢 尤其是这个成本更低的穿越型无人机 打单兵啊 炸坦克啊 都是很有效的 在俄国战场上 一种典型的战术呢 就是先用一架航拍用的 那个小的悬翼无人机 到了这个作战区域上方 在上空进行搜索和指引 然后呢 就把穿越机放出去去杀伤 这个实际上呢 还是单兵火力的一种延伸 还有一类呢 就是像MQ-9之类的 这种中大型插打一体无人机了 罗欧冲突的初期啊 你看乌克兰 用土耳其造的TBR中型无人机 它确实打除了一些战果 但是后来呢 就逐步退出了战场 到现在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动静了 插打一体无人机啊 它实际上和那个 小型的这种自杀无人机 它还不是一个路子 它本质上呢 还是从空军分化出来的 一个空中打击平台 而且它的作战前提啊 是你要拥有 作战区域的制空权 或者呢 是对手基本上 没有什么像样的防空能力 它对战场环境的要求啊 它类似于那种老式的轰炸机 说一旦是对方比较强悍 具备了比较有效的防空能力 这类插打一体无人机的生存能力 就大打折扣了 咱也不说对手都有多强嘛 你看这个胡塞武装 大家把他说成脱鞋兵啊 类似于这个游击队的这种武装力量 都能接二连三 把美国的MQ-9打下来 印度采购这一大批的MQ-9啊 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和我们 那我们的装备技术水平 那是远高于印度呀 在中越边境所部署的防空力量 以及我们所具备的防空实力 那种相当的强悍 印度的这批MQ-9对我们来说啊 还真的会变成活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